我们把手放在这里也知道自己与装的距离 这是第一节 表面上几下很简单 其实这里已经有几个教我们连宵大胆的动作 或者找个人帮我示范 当我们接触庄底下的手 等于对方打我们 一拳打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这样接住他 这样的时间 我们不能够不出手 等对方另一手打我们 我们在难门走一手上去 庄就教我们到这里 但是我们如何发挥呢 当我们去到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这样立对对方 或者是一拳就这手打他 甚至最简单的 当我接触了底下的时间 他这手一打我的时间 直到在这里就在我那里打他一掌 这是我们用的液装 装手就教我们做到这里 如何发挥下手 上镜下手 就是我们自己去发挥 荣春之所以 感受其他人欢迎的自由度很大 这是第一 另一个 他又是这个拳头去打我们 我刚才有这样打 我可以用一个绑手打他 用一个绑手挡他 即是说我不是用这个形式 即是有几个形式 是由我们去运用的 当他一拳打我们 我们一绑的时候 一走过去 就走到这里 但是他是人 他会发觉我 发觉我一走过去 他会转身打我 转身打我 在这边打他 即是等于 这节目人将一摊完的时间 一摊完的时间 在这里转到另一个角度打他 这个就是学木人庄里面 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要承着手 承着手令对方的手 不能够离开 发挥不到这只 只能够发挥另一只手 但是如果 他打我的拳 我绑了他的时间 我离开的手 他就这样 砰一下 他已经打我 所以这只手 是要承着他 令到他 没有了这只手 不能够威胁我们 所以打妆 除了这个动作之外 很多动作都是 教我们 承着妆手去打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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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